大家好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講 因為先前發生凱凱案的時候呢 所有的民進黨呢 敲鑼打鼓每個人都變成愛童人士 每個人都最在乎社福未還 就是一定沒有人討論 那你高雄市議員死去哪了 高雄市議員死去哪了 你黃捷在幹嘛 高雄立委在幹嘛 不要管 各位啊 高雄發生 我跟你講啊 高雄發生一起虐童案 那其實不只高雄啦 上個月屏東才是要發生一起 那請問你知道嗎 所以凱凱 凱凱重要 啊 高雄跟屏東的小寶貝就不重要了 高雄跟屏東的小寶貝就不重要了 只有凱凱重要 不然你們這些謎代表是死去哪了 啊 沒人管 這個小男嬰 送給一個50歲的王姓保姆 3月多才送 4月就出事情 大概不到一個月 然後呢 本來送去的時候健健康康 開始出現一些坑坑碰碰 什麼瘀青啊 腳啊 然後頭開始有點怪怪的凹啊 然後那個保姆的對話紀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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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怕 好 我們等一下來看 那最後呢 莫名其妙在4月10號 各位4月10號喔 今天幾號啊 一個禮拜了 才爆出來 這個小孩喔 這個小寶貝叫做養羊 好 現在在加護病房啦 大家幫忙集氣 好不好 祈求他平安度過危機 4月10號的時候 早上家長送過去啦 那時候還正常 就下午 人就變這樣了 頭骨全睡 那各位我沒有說一定是陳其邁的問題 但我是說你們這些民意代表死了是不是啊 開岸的時候每個都唧唧叫的 現在是都死了是不是啊 全都死了啦是不是啊 開岸的時候一直唧唧叫 現在都沒有人要關心喔 屏東上可以還有一起耶 把小孩摔地上耶 都沒人關心 好不好 各位我覺得喔 政治人物要有點良心啊 不要那麼噁心啊 因為喔 你們如果不關心這件事情 就只證明一件事情啊 你們根本也不關心凱開啊 只是想要拿他來操作啊 國民黨這些議員喔 也是有夠寒慢的啦 為什麼不好好的認真的去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啊到底在幹嘛啊 各位啊 這上個月事情應該也不知道吧 各位發現腦部有多處的出血 救治之後經過醫院評估 是永久性的腦損傷 家長就質疑保姆是涉嫌肆虐 不是這個 各位 我這個小朋友也叫羊羊 2022年啊 聽懂 自由時報判判刑了吼 案件到底有多少啊 各位層出不窮嘛 沒有人關心啊 我們現在帶人來看到高雄這個案子 那各位 來各位 又 又有 頭骨破碎命危 各位啊你看喔 這是被指控的 高雄一名王姓保姆 那這個男嬰呢只有五個月大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小 4月10號的時候突然醫師不清 送醫時檢查出顱骨多數骨折 急診室醫生高度懷疑 所以醫生已經通報檢方了 虐待 如今還在與死省勃鬥 各位幫他擠個氣好不好 新穗表示 他將洋洋送托時 新北女兒事件正沸沸洋洋 看到女兒事件很害怕 他原本是相信這個保姆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保姆 出了這個狀況你看喔 這個母親說什麼 他說他是從友人那邊 得知這個50歲的王姓保姆 有多年的托嬰經驗 而且是政府合格 高雄市合格的 高雄市合格的50歲 王姓保姆 再講一次 高雄市合格的50歲 王姓保姆 考量他的先生雙薪 家庭的需要工作 所以把他受託 各位四個月大的時候受託 看懂嗎 五個月的洋洋四個月的時候就送 3月4號過去 4月10號就出事情 一個月 來第一天 3月4號送去第一天 你看一下這個保姆多麼可怕 這是保姆跟家長對話記錄 3月4號送過去第一天 這是保姆講的喔 我今天被他嚇到了 短短時間內可以變成這樣 誰會這樣講一個小孩子啊 你看喔 才送過去第一天 你看這個保姆在說什麼 我跟你講啦 我們彼此如果教養觀念不同喔 我都說我無疑了 等一下啦 各位 小朋友吵鬧哭鬧很正常吧 三個月大四個月大 你要教他什麼啊 就是一個小baby而已啊 吵鬧不是很正常的嗎 四個月你要教他什麼 什麼叫做教養觀念不同 所以你看喔 他說我今天被他嚇到了 才第一天喔 然後他開始怪家長說 這個小孩子沒教好啦 多說無疑啊 照顧者一起配合啦 如果有人沒辦法配合 我就放棄了啦 打字都覺得淚無力了啦 耳朵現在都是他影片哭鬧的聲音啦 各位有這種保姆啊 你高雄是何可這種保姆啊 我光這個對話紀錄 我就直接把他fied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打字都覺得淚無力 代表他對於這個小孩子 才剛見面就充斥著 滿滿的不耐煩嘛 每個小朋友個性不一樣 會哭會鬧很正常嘛 什麼叫做教養觀念不同 你三個月小孩 四個月小孩怎麼教啊 你四個月小孩你教給我看 誰可以教四個月小孩 你看滿滿的威脅 哦我放棄了喔 我打這類了 耳朵都是他哭鬧的影片 你當保姆你還怕哭鬧 家長還委屈求全 沒辦法 找不到保姆大家工作嘛 現在的家長就很辛苦嘛 現在家長要工作沒有辦法嘛 所以他們找到保姆就要偷笑了嘛 你看喔 你看這保姆講什麼 不是啊巧怡 現在的家長就是因為錢賺的不多 大家要工作 當然就沒能力自己照顧啊 所以才沒人要生嘛 生了沒辦法養嘛 你看喔 他已經開始有那個模式出現了 誰會這樣講一個小孩子啊 剛開始調整一定會哭鬧 什麼叫調整小朋友啊 這保姆我問題啊 但不能因為這樣就捨不得 忍不住又爆了 他說不要爆小孩 他意思是說你不要爆他啦 拉哭啦 以他今天的功力誰會這樣子想小朋友啊 可以哭很久尖叫哭 陪伴替代抱抱 目前這樣做一定會哭 要熬過這個討報 你看喔 然後媽媽說好啦 他晚上回來沒有尖叫 然後結果這保姆竟然說 他哭成這樣還不累喔 誰會這樣講小孩啊 而且小孩子喜歡抱又怎麼樣 他這會長不大是不是啊 他就是為了自己工作方便嘛 這就是為了自己工作方便嘛 小朋友哭就抱啊 自己家裡帶的不都是這樣 他就是為了工作方便嘛 來你看喔3月8號 尖叫一整天 3月13號說都沒睡又趴又鬧 哭這樣哭不累不煩嗎 他是小朋友欸 到底是說什麼啦 誰會說小朋友不煩嗎 你這什麼毛病啊 這叫做是反社會人格是不是啊 到底為什麼這當保姆 為什麼奇怪咧 到底為什麼可以讓這種人當保姆 情緒勒索他 撐他不接四個月大以上的嬰兒 來你看他說什麼 我越看我覺得越傻眼 剛剛我去洗奶瓶突然安靜 原來是把口罩弄掉 兩隻手都塞在嘴巴裡面 各位這才要管吧 你怎麼可以讓小朋友吃手啊 小朋友不可以吃手 這連我都知道欸 這保姆有什麼毛病啊 他說你讓小朋友吃手好安靜 所以他只是想要小朋友閉嘴就好了 而且誰會給小朋友戴口罩 各位我從來沒有聽過 哪一個保姆在家裡 給小朋友戴口罩的 很怪欸 怎麼會給小朋友戴口罩啊 怎麼會給四個月小孩子戴口罩啊 你看看他講話 可懂這些天這樣哭不累不煩嗎 他媽 你是在抱怨什麼 再麻煩奶粉 他這是什麼啥 喔他就想說又趴又哭鬧 他在那邊開始抱怨小朋友啦 你看喔 你看他說法這家伙沒有忍性啊 319號 這個案例不是開玩笑的 也不是給爸爸媽媽看看就算了的 你是說啥 什麼叫案例啊 他就小孩在寶貝 你是案例是啥 來喔 我來我從來不接四個月以上的啦 因為很多不憂的行為 規矩如果養成就很難調了 欸你把小孩動得夠餒 什麼叫不憂的行為 四個月也有什麼憂不憂 你四個月就來分辨他是好孩子壞孩子喔 四個月你要分他憂不憂 小朋友四個月會不憂 四個月要學規矩 欸各位這突破我想像了 我台大畢業的欸 我不知道小朋友四個月 要有什麼憂或不憂的欸 啊四個月要有什麼憂不憂 怎樣算憂 你當你再把人當人是狗是不是啊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夠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月 pré君 未煮欣 wor 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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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